今天我們再來波濤河邊拍照 跟我們第一天下飛機下雨 環境差很遠 連接著岸邊也放了很多船做裝飾 這些就是模仿當年用來裝撥走的貿易船 我們拍照用來做前景挺好的 背景裏面那些建築物古色古香 好像回到中世紀 而我們透過眼前的影像都略為了解當年撥走的貿易是怎樣運輸的 拍大景和近船的位置用一支超廣角鏡影最好 我用了Hasselberg X2D 再加上一支21mm超廣角鏡 換算全片幅Full Frame 大約16-17mm左右 如果大家用Full Frame相機 其實一支16-30mm鏡頭都足夠拍攝 這裏的拍攝環境反差不大 所以不需要拍HDR 如果有偏光鏡也不妨用一用 因為可以加強雲和藍天的反差 大家就看看波圖兩岸的風景 有沒有 克末的風景 兩岸的風景 卡 來到波濤當然不能去參觀酒廠 可以看東西、拍照、試酒和買酒 啃酒產自葡萄牙,亦被稱為葡萄牙角酒 因為比較甜,經常作為甜酒用 啃酒因為產自葡萄牙著名的港口波濤 所以叫做Pot酒或啃酒 啃酒的口感通常比較豐富,甜少少和厚 比味強化葡萄酒酒精含量亦比較高 近年我嘗試用啃酒配大集牌 通常用30年或40年啃酒 比較甜,酒精度比較高 我覺得配大集牙的味道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試一試 入酒廠有導遊帶我們走這個床酒 導遊的衣著都很有趣 一頂黑帽,一個黑色的斗篷,整個黑合梳羅 在酒廠裏面比較潮濕和陰暗 但好處是長年溫度和濕度都可以保持一致 而入面如果拍照的話,難度都頗高 因為真的非常暗 要用到超大光圈才行 我用Huzzlebird就沒有大光圈了 所以用手機拍下就算了 而同行朋友用Lyka 35mm 1.4 和 50mm 超大光圈鏡頭 在暗的環境下發揮它的威力 大光圈 在暗瓦剪輯的時光 在暗瓦剪輯的時光 我們先看這幾眼 好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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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酒廠裡有發酵的味道 比較之前去其他地方的威士忌廠 這種味道相對比較淡 威士忌廠的味道有工味的感覺 參觀完酒廠裡,當然最精彩的時刻就是試酒 酒廠的導遊除了介紹Pot酒養製過程 亦都介紹了不同的Pot酒給我們試 試完酒當然提升了購買的意欲 我們也馬上在酒廠裡買了朱古力專門配Pot酒 因為Pot酒的酒精濃度比較高 跟我們平時用威士忌配朱古力都差不多 馬上喝酒 修道院拍攝日落 這個位置比較高 可以坐車上來或乘車上來 修道院的地方有很大的平台 可以容納很多人一起看日落 以拍照來說這個位置很好 可以拍到波圖兩岸的景色 要 -,在碰到 shown不同的那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拍到差不多一段时间 拍到差不多一段时间 山腰位置 这里看的景色有点不同 前面亦可以看到有纜车经过 在这个位置我们一路拍到天黑了才走 我们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拍照又是吃饭的时间 这里食物的选择非常多非常丰富 今天走过这么多地方当然肚饿 所以我们都尽情感召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只需要按订阅和按这个小铃图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载的通知 最后记得给我们按赞 多谢各位